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家TV show 上一次如果大家有看到妈咪上一部影片 三年车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继上集之后 这一集状况都发生了 是不是应该要来保养了 没错 所以今天我就带着我的车 来到马自达的保养中心 但是这次最庸之一不再久 大家都知道最近马自达出了一款 讨论度非常高的车子 但这个讨论度在网路上 并不是完全都是说好的 大家着重的是说 为什么他们家有勇气出到这一台车呢 最近这几年啊 不管是CRV啊 或者是你上了车啊 他们都是以小息息数为主嘛 1.5的 像我的车呢 已经算是很夸张的2.0了 我想说应该再点点了 结果他们竟然出了一个2.5跟3.3的 我知道啦 马自达可能业绩很好啦 你看乃斯中心很漂亮 可能也不缺业绩 但是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还是有什么样的优势感 让他们挑战市场 直接推出这种穗金高的车呢 我们今天就要赶紧进去看 分享给大家 走 先来看一下内装怎么样 内装很重要 它内装也太有质感了吧 你有没有觉得很像那个Basis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了吗 还不行 好冷静一点 我们今天是来保养的 所以我们不是业配 所以我们低调一点 然后妈咪我会带着你们的视角 公平公正公开的 好好介绍这台车 刚看了之后啊 马自达最厉害的就是这样子 他们的那个灯光真的很强 就是他今天想要卖你铁灰色 他摆在那边 你真的会被他深深吸引 红色对我来讲绝对是不考虑的 但是刚刚这样灯光打下来 你有看到吗 我瞬间真的很想要买红色 即使二走市场红色就飞飞 好等一下 我冷静一点点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 到底是什么车款呢 那就是 噔噔噔噔 马自达最新的CX60 我一个比较熟悉的 这一台CX60 跟我的CX5到底有什么差别 它最大的差别 名字不一样 其实呢这一台CX60跟CX5 它完全是走不同的路线 可是它不是也是SUV 但是它是走一个高级豪华的路线 所以我那一台CX5是走一个 平价平民的路线 大家都买得起 平民 其实它在台湾呢 它是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 在外国啊 原厂是设定为BMWX3 是在价格上没有对手 还是在它稀稀数上面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因为这台车 它是后轮驱动的 我那一台是前轮驱动嘛 一般来说都是前轮或者是四轮 现在比较不免修的先来看一下外观 所以我们先从外观看 从车头看过去啊 这个就是差别了 这个水箱子真的很霸气 虽然我那一台CX5啊 也是漂亮帅气 但我只能说这两台车 不要把在一起 有比较有伤害 它的水箱超大之外啊 它整个啊只敢给它提升 它用了钢琴烤漆的一个材质 这样子看过去啊 然后我们看它灯具这个地方 通常灯具在这边很漂亮 这边还有一个贯穿式的 这就是小细节 那个LED灯那样打上去啊 我刚才帅气 大家都知道 两支打它的经典色是什么 魂洞红 它们灯光那样打下来 我实际站在这边看 真的会被它吸引耶 会很有鼓冲动 然后买下它 这个开车出去啊 没有办法让人忽视 车车的部分 轮孔让我看到吗 很特别耶 那我刚刚这样看 它是做比较内凹的 再来车车还是有做一些比较 这个叫什么 它在救我 这叫防刮材质 我忽然讲不出来 防刮材质还是有的 不过呢大家可以发现 中间这一段呢 就做的没有那么大面积 但也没关系啊 现在谁还会开这种SUV啊 去做一些越野 对不对 那我们再往后看 整个这样侧身看过去啊 比较不同的是 它的后方啊 会做一个延伸往下的一个动作 好讲到这边 因为有一些专业的部分 我没讲到是不是 对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台呢 2.5最顶级的 标配的轮圈呢 是20寸 全车系都是20寸啊 只有2.5的入门款是18寸 看起来就是霸气啊 这以后四颗换起来会不便宜啊 有概念哦 这样我们来看尾巴的部分 这一段先卡掉 你先转过去看一下 我洗茶屋这一台 因为我觉得它尾巴看过去 是不是还是帅气 那你再转过来看一下 真的有扎 你看它的灯很美耶 尾灯的部分呢 它就是一个长条式的设计 然后下面呢 就是它大大的logo 好走到尾巴了 我们还是要来确认一下 它的后车厢空间 看一下 既然呢是走高级路线 所以电动尾门绝对是不能少的 不过呢 它们还是会走比较特别的路线 除了基本款之外啊 其它全车系啊 都是标配电动尾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就是 后车厢的空间 我这样一眼望落去啊 基本上跟我那一台CX我差不多 但我做了功课之后 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数字 那一台的车子 它的那个空间啊 是来到617 那这台只有570 所以差一点点 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 至少它非常的平整 包含到这一块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是什么 下面这边有一个这样版的部分 那这一款呢 因为是顶级款 所以它后面有多加一个BOSE的音响 如果你就空间真的不够没关系 我们这个第二排还是可以做倾倒的动作 它的倾倒是424的一个方式 很特别贼心的 我现在我就没有 它这边有做一个倾倒的一个扭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大家有看到吗 倾倒的方式非常的方便 不过这样看过去 这个倾倒角度啊 对妈咪我个人来说啊 有待加强 这个进步空间有点大 因为毕竟妈咪诉求 希望说我们在露营的时候 如果真的在车上 它平整一点比较舒服吧 好这是个人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后座空间 那它们裙手鞋啊 都是用真皮的 我做起来目前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在腰靠的部分啊 它是非常服贴我的腰部 没有任何就是腾空 所以你不会做久 会觉得好像腰痠 尤其是爸爸妈妈们年纪比较大的 他们可能坐久 长度会不舒服 那头顶的空间呢 我等一下讲 一个两个 大概两个半的拳头 西部空间一个两个 一样是几乎快三个 我觉得以我号称160来讲 它的空间度啊 算是还不错的表现 中间座椅的部分呢 确实还是有点点小凸起 所以这边可能只能给比较瘦小 或是小朋友乘坐会比较舒适啊 那这边啊 果饮的部分啊 相较于我之前那台 CX5 不是 现任CX5啊 真的是改进非常多 它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高度 虽然没有完全的瓶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中间后面这个 手铐的部分呢 比较简单 它就是附赠两个 就是饮料杯的空间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看前座啦 但在介绍前座之前呢 我这边有一点要补充 大家有看到吗 你看我这门打开 这后座门开口啊 这个角度超级大 几乎已经快要90度角了 那代表什么 不管是家里有长辈的 或是说比较壮硕的男生啊 在上下车的时候 都会非常的轻松方便 不过呢 它毕竟还是属于SUV 所以啊 在上下车的那个高度啊 还是有一点落差 这点比较没有办法 这个中控真的太把气了 它 为什么它要做那么大呢 它的东西看起来就没有很多啊 那个高级车款都一定要做这么大吗 我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讲起 但我就卡到什么就跟大家讲一下吧 好来首先这边呢 很贴心 高级车款有的 它这边有一个就无线充电的部分 所以手机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就是驾驶模式 所以可以这种切换 这一个耐驾勾植 小小巧巧的 好有氛围 你看坐在这边 这样是不是有点涮 好我很喜欢这个排挡感 然后再来这边呢就是反坡的部分 然后比较特别 我觉得很贴心这一点 因为妈咪我啊 那一台车啊就是有360度环景 这种环景的按钮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在侧边这个地方 我们看邮箱的上方 所以我们每次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经过小巷的时候 我需要环景 我就必须这样 然后眼神我就要往下按 然后再看环境 但它现在为了 我觉得应该是行车安全 我觉得它有顾虑到我们的一个安全度 它直接在这边 开车直接按直接 这边的小细尾做得很棒 好接下来这边大大的就可以按哦 我懂了我完懂了 高级车款它就是不要这样暴露在外 你有要使用它就给你使用 不用的时候你这样盖起来 难怪我刚刚就乖乖的 就是少了饮料杯的那两个孔 有没有空空的 接下来呢这边啊就是电子的锁叉车 然后Auto Hold 还有它的启动扭在这个地方 后方的这边啊扶手的部分 它是属于对开始的 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它空间就是正正方方的很大 前方这边呢就是一个大大12.3寸 数位萤幕的部分 它支援Apoca Pro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在这边 哇 它这是卵子的那个塑料 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下方就是冷气孔的部分 然后这边啊 冷气啊风扇啊 内巡丸外巡丸都在这边 全部都是实体的按键 前方呢就是一个大大 一样是12.3寸的数位移标板 基本上现在应该很多车种啊 都是用数位啦 看起来也是比较漂亮 而且也是比较科技感啦 那它的方向盘我个人很喜欢 握的触感非常棒之外 它这边旁边的两边按钮呢 这边就是有一样的调整啦 接听电话啦 这边全速域的跟车系统 那我觉得很漂亮的是因为 它这边还有做一些就是金属啊 去做一个搭配 较有设计感科技感 椅子的部分呢 除了最入门款的之外啊 其他车款啊 驾驶座跟副驾驶座 全部都是电动椅 我们目前这样做起来 因为它是整个关系啊 其实是舒适的 而且它的坐垫啊 有点比较往下凹 所以是有一点点的包覆感 坐起来很舒适 好啦 介绍到这里啊 我个人呢 觉得目前还算是完美 但是没道理 这么完美的车 在网路上会被大家嫌弃啊 只有一个原因 应该是油耗的问题吧 因为毕竟它吸气数这么大 对 你想的这个是没有错的 是不是 因为正常来说 大家听到这么大马力 这么大吸气数的车 它的油耗一定很糟糕 对啊 但其实呢事实上 因为它的引擎技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搭配的是八速的手势牌 所以呢它的油耗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来的这么差 所以你讲那么多 我只想要听到总结是 一公升可以套多少 以2500自然进气那一颗 公升可以平均大概13公里 13还不错啊 还不错对不对 对啊 但其实油耗最好的是 3300温轮增压直列六缸的那一颗 呃 所以它可以来到 一公升14公里 哦 又再高一公里了 哦 大家其实可以针对自己的一个需求的部分 在体验上面啊 我觉得实体看到的车框啊 真的非常的有质感啊 因为之前就有很多人 私讯妈咪说 什么时候要去看车 建议大家可以到 实际的那个展间来 你就可以感受到我在说什么了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是在做保养的 爱与影片的长度呢 保养的一些内容呢 如果说真的又比较特别 我可能就在找时间另外拍影片给大家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加按赞 还有追踪我的IG 如果想要支持MAMI的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再见 再见